那講到現在民進黨執政是似乎是變成了網軍治國 有關更加於施暴這一案呢 是引發了這個林秉書的案外案 就是現在傳出林秉書跟新潮流派系很好 不過現在新潮流又紛紛的躲起來 沒有出面做聲明 那今天律委呢是也都回應說呢 要新潮流出來講話自己都跟林秉書是沒有關係的 你怎麼看現在綠營的網軍引發出林秉書的內鬥這個問題 當時你記不記得那個賴清德跟蔡英文在搞民進黨的黨內初選的時候 賴清德就跟蔡英文公開喊話 說不要用你的網軍再來修理我了 所以我昨天才講說 蔡英文不僅是三軍統帥是四軍 還加一個網軍陸海空加上網軍 那不管怎樣蔡英文都應該下令 民進黨裡面不要再搞這個網軍了 不要再培養這個網軍了 但是很難嘛 去年編了15億預算 明年要編20億預算 去中央做宣傳 那宣傳前到哪裡去了呢 不就給這些廣告公司 給這些特別是公安公司 然後很多廣告公司都養一大批網軍嘛 那這些網軍就是替民進黨搞大內宣啊 去支持啊 然後去鬥爭反對的人啊 不就這樣嗎 包括這次公投不是也是這樣子嗎 所以 你民進黨自己內部 因為他現在權力越來越大了嘛 所以不把國民黨放在眼裡面了 就變成有點狗咬狗一嘴毛嘛 自己咬自己在那邊咬過來咬過去 咬過來咬過去 誰不是主流 誰不聽話 誰對蔡英文不是死忠 就去咬誰嘛 所以我主張把這20億都刪掉 不要 政府做得好 根本不需要宣傳 要什麼宣傳啊 你做得好 自然所有媒體都會報導嘛 你做不好 宣傳也沒用嘛 只是變成這個 以前叫做網軍治國 我們那時候講笑他 現在是網軍亂國啊 把台灣亂個一塌糊塗 把整個政治風氣 把政治倫理 把社會的價值 把道德觀全部都毀棄了 這會把台灣搞垮的你知道 而且民進黨真的要 他們現在開始已經慢慢吃到苦頭了 他到時候呢 你等於是養傭疑患嘛 養虎疑患嘛 就會變成這樣子啦 網軍到時候回頭會把你給吃了 不相信你看看 要不要你不像你把那個林秉書那個隨身錄影筆 放出來看看 看看裡面有多少不堪的事情 民進黨大概垮一半喔 如果真的把內容都放出來 所以檢察官先也不查 只查林秉書 你要查 跟他有關的啊 他後面是怎麼回事啊 他的2300萬從哪裡來啊 這個錢有沒有到 千千千千千 有沒有牽到什麼可疑之處呢 原來五年以前 還這個 等於是啃老族了 五六年還打了爸爸 打他媽媽 罰貴 怎麼現在就沒有2300萬的存款呢 還動輒一兩百分去買藝術品呢 然後還每個月可以幾十萬出來交際應酬 那錢哪裡來的 為什麼會有這些錢 不應該查一下嗎 檢調不該查嗎